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 撒摩尔基下18章1到15节 昨天我们提到大卫逃到马哈念 他在那里有许多的人帮助他 当然是上帝借着这一群人 好像一个军兵一样 一队的后勤补给大队 来帮助了大卫 所以大卫在马哈念这个城的庇护下 然后又有食物给他们供养 所以大卫有一些机会稍微喘息一下 而亚沙龙他已经错失了 在路上追杀大卫的那个时机 因为护塞的介入 使得那个时机点已经延后了 大卫趁机渡河 那渡河就更有机会逃到马哈念去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两军的对峙 亚沙龙他就没有时间 再去召聚所有的军兵 当然也是带着大队的人马追过来 那十八章第一节 大卫属典跟随他的人 这个属典是指说清典有多少士兵 人数还有战力和分布 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 他记得吗 那六百人都是勇士 是跟随着大卫的 所以大卫跟他们打仗了那么多年 非常认识每一个人的能力特质 那大卫过去一直躲藏在哪里 躲藏在旷野 所以在旷野打游击战 是大卫的这个看家本领 大卫是个战士 还记得乎才说吗 大卫是个英雄 所以大卫他对于战争的这个局势的判断 是非常的熟悉的 大卫就开始来整顿了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 分为三队 大卫怎么做呢 他分成三队 一队在约亚手下 一队在喜如牙的儿子 约亚兄弟雅比塞手下 这两个 约亚本来就是元帅 那雅比塞也是很中心的 大卫的一个手下 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 这个以太就是当时候 大卫说你回去吧 大卫很关心以太的前途 可是以太呢 他选择事实中心 他是加特人 所以他是菲利斯人 那很可能这个以太他带领的 也许是一群雇佣兵 当时候有一群佣兵也跟着大卫 大卫对军兵说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大卫表达了 这个是关乎我的战争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什么叫关乎我的战争呢 因为从前面 这个亚西多福他说的 我就单杀王一人 使众名都归顺你 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 众名就如已经归顺你 所以只要大卫死了 那百姓当然就是得归服亚撒龙 一样的 亚撒龙死了 这个带头的判断的人没了 任何人要起来到亚撒龙那个位置 大家都不服气 而且他也没有继承王位的正统性 所以一样 亚撒龙跟大卫只要有一方死了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这也是互塞这个计谋的厉害之处 我们之前讲了 如果亚撒龙躲在耶路撒冷 这场战争可有的打 所以在这里 大卫说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约压他马上知道状况的 所以这些军兵们就说 军兵却说 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逃跑 敌人必不介意 因为重点 大家是要针对大卫 大家是要杀掉大卫 杀掉大卫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他是目标 所以他说我们逃跑 敌人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他实在讲的是说 我们不是敌人的目标 大卫 敌人的目标是你 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 这是委婉的表达 也让大卫不会觉得被冒犯 他总不能说 你千万不要出去 你傻了 大家就是针对你 你还出去 他们不敢对王将讲 所以是跟他说 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 所以你留下来 第一个理由是 大家是针对你 你出去 你有三场两短 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你不如在城里 预备帮助我们 这是第二个理由 是说 你留在城里 你还可以继续的招募 军队 你可以在后面 用你的经验 因为有三队 我们可以互相怎么样来 彼此资源 你可以在后面 运筹帷幄 可以帮助我们 这是第二个理由 但是学者猜想 可能还有第三个理由 这个第三个理由 是大卫对亚沙龙 一直有一种情节 一种心情 大卫是不忍心杀亚沙龙 因为后来他交代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宽戴那少年人亚沙龙 不准大家杀亚沙龙 但是你知道 打仗 两军对峙 那你又心软下不了手 那请问这仗要怎么打 可能约压他 他心里面很清楚 大卫可能下不了手 那这样打仗的话 要怎么办 要冲还是要退 所以可能有第三个理由 没有讲出来 第四节 王向他们说 你们以为怎样好 我就怎样行黑 这也表达大卫 他是一个 能够听进去建议的人 他不像亚沙龙 他就是非常的自负 非常的自我忠心 骄傲的人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 军兵或摆或千里 挨赐出去了 那这整个过程 第五节 王嘱咐约亚 亚比撒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宽待那少年人 亚沙龙 看起来是要对 这三个主帅讲话 可是呢 后面说 王为亚沙龙 祖父重将的话 兵都听见了 所以大卫在城门 然后看着军兵 挨赐出来吗 出城 然后大卫就对 这三个将领讲话 不是小小声讲 不是私底下交代 而是大声吼 吼到全部的士兵都听见了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就是你们要看我的面子 因为我的缘故 宽待那少年人 亚沙龙 这个大声吼 那你正要去打仗 请问你是部队里面的一员 那这仗怎么打呢 我们的目标 就是亚沙龙 杀了亚沙龙 战争就结束 我不杀他 那我们 我的兄弟就要被杀了 杀他容易 我要活捉他难 活捉他难 对这些军兵来想 一定觉得有为难 而且你这不是 找我们麻烦吗 大卫你有没有想清楚 我们是在为你卖命呢 他的命是命 我的命不是命 多少会有些心情 事实上对部队的士气是不好的 大卫在这里 他把他的身份搞混了 他一方面是王 另外一方面他是父亲 所以他在这里调动这些军队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成三队 这是他作为王他的职责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做父亲的身份跑出来 他给了他们一个难题 要活捉亚撒龙 就是不要为难他 不要让他受伤 不要虐待他 第六节 兵就出到田野 迎着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指的是亚撒龙的部队 在以法连苏林里交战 这个地点 学者大概的猜想 会在我们标识的地图上面 大卫为什么逃到马哈宁 才交战 因为那里对大卫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地点 这个以法连树林 地形非常的险恶 而且有很多树 有很多的高山低谷 等等很多的坑 有很多的这种荆棘 所以没有办法像平原一样 搭部队进去 他进去这个树林就被分散 那我们说了 大卫以前在这个旷野 他专门就是打这种突击 游击战的 所以大卫非常的聪明 他知道以他的兵力 他只能够用这个地形来帮助他 所以兵就出到田野 迎着以色列人 在以法连树林里交战 在那里打仗 作者不是太关心打仗的细节 作者说 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就这样交代完了 仗打完了 以色列人输了 那日阵亡的圣多 共有二万人 两万人死在那里 然后第八节就交代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 在那里四面打仗是说 战争蔓延到全地 这一句话要表达的是 部队没有办法聚集起来 一群一群的打 他进去这个树林里 被迫分散 要蔓延到一大片的区域 那一大片的区域 大卫的人在里面 这些六百人都是勇士 他们当然身经百战 知道怎么样对付他们 所以他说 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两万人 两万人在原文是二十千 学者在想会不会没有到那么多人 不管如何就是一大群的部队 然后死于树林 其实读者会觉得有这么离谱吗 这群人到底是阿兵哥吗 是士兵吗 怎么可能死于树林 那这个疑问就引发我们想到什么 上帝的介入 对不对 就说 这件事情就是你部队在躲 你人在躲 你不可能抵挡上帝的旨意 上帝并没有要告亚撒龙 亚撒龙是出于他的骄傲 他要自己起来杀大卫 杀他的父亲 所以上帝介入上帝拦住 当然从人类角度来看 大卫他是有计谋的 他是有谋略的 他知道在这个地方 亚撒龙的部队要被迫分散 以至于他们自己陷入坑中也好 或者受伤也好 或者迷路也好 无论如何 这个地势是帮助了大卫 那接下来作者更关注的是 亚撒龙怎么死 而不是这个战争的细节 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就是大卫的部队 大卫的士兵 亚撒龙骑着裸子 这个裸子是王的坐骑 从大象鼠密之底下经过 看起来亚撒龙因为他们在溃散 在逃亡 在逃跑了 然后亚撒龙骑着裸子要逃 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 就悬挂起来 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 亚撒龙这时候在逃命 就没想到 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 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 在14章25节那里提到 以色列全地之中 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 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不吓齿 然后26节说 他的头发甚重 每年到年底剪法一次 所剪下来的暗王的瓶 秤一秤 重200色克勒 大概2.3公斤 谁剪完头发会去秤啊 这表达第一个是 亚撒龙的身体健康很有活力 但另外一方面呢 亚撒龙也很以他的这种外貌 他的头发为荣 这个头发从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他的骄傲 这是他的骄傲 谁会剪完头发去秤 亚撒龙一定觉得 他特别得意他这件事情 我们仔细想那个画面 亚撒龙他骑着裸子 他仍然在打仗的时候 他也不介意 让人家知道他就是王 骑着裸子就最醒目了 那这是他的骄傲 他是王 可是他的头发 因为骑着裸子那个高度 就被树枝缠住了 这个要缠住的几率不大 那当然他的头发很浓密 所以缠住了 悬挂起来很可能 这个头发不可能 拉住一个人的重量 很可能呢 亚撒龙赶紧 丢下武器 也是抓着那个树枝 圣经形容说 他抓着 那这个裸子走了 代表他身份的 这个裸子走了 然后他骄傲的头发 缠住他了 绊住他了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很滑稽的画面 挂在半空中 挂在树枝底下 一个王 他变成这么样的困窘 这么样的滑稽 其实这个画面很卡通 对不对 但是作者他就是 很写实的把它呈现出来 它是一个悲剧 可是你在读的人 你在读的时候 你不禁会玩耳一笑 你会去想 怎么会这么夸张 这很显然也是上帝的介入 你要想 有多少的几率可以造成这样 第十节 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亚说 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 在讲的人觉得很奇怪 听的人也会觉得很纳闷 什么 谁 亚撒龙 那个大卫的儿子吗 是啊 他在干嘛 他挂在橡树上 这一定是一个惊奇的画面 两个对视 约亚对报信的人说 你既看见他 为什么不将他打死 落在地上呢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两军对峙 如果杀了亚撒龙 战争就结束了 其他的人不需要死了 那对方当然是想杀掉大卫 杀了大卫 亚撒龙叛变就完全成功了 你如果打死他 我就赏你十颗勒银子 一条带子 带子是腰带 他有一个荣耀的价值 很可能就是升官 我赏给你十色颗勒银子 并且我把你升官 那人对约亚说 我就是得你一千色颗勒银子 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听见 王主妇女和雅比塞兵以太说 你们要谨慎 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 大卫那时候是大吼 所以所有的士兵都听见 所以这个士兵他知道 他不敢动手杀亚撒龙 而且他很聪明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 就是我杀了亚撒龙 大卫就会派你来杀我 那我何必呢 你现在叫我杀 我绝对不敢杀了 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 就是我杀了亚撒龙 到时候王怪罪下来 他就命令你来杀我 那你还叫我去杀 你就是给我一千色颗勒银子 我也不敢 那约亚说 我不能与你流连 约亚要赶快趁亚撒龙 现在没办法逃的时候 约亚手拿三杆短枪 这个和合本说的是 短枪还拿了三根 趁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 就刺透他的心 所以是三根短枪 就是没有流余地的 刺透亚撒龙 给约亚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 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 不仅约亚撒 另外十个人 就是帮亚撒龙拿兵器的 也一起将亚撒龙杀死 不过学者在这里有多做一些研究 因为短枪在原文可以翻译做杖 就是木棍或者树枝 这个刺透在原文也可以做击打 所以有可能约亚老狐狸 他是拿起三根木头 往亚撒龙的胸口打 硬是把他打下来 因为亚撒龙被挂在上面 他的头发缠住 他逃不了 他手也稍微得撑着 要不然他整个头皮会被撕下来 那趁这个机会 约亚就拿起木棍 往他胸口打 然后亚撒龙掉下来之后 这十个少年人将亚撒龙杀死 从这个角度 约亚想要避开 直接杀死亚撒龙的罪名 他就是把他打落下来 无论如何亚撒龙死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 这段经文主要要描述亚撒龙的死 当然也做了一些伏笔 让我们知道大卫 纵使面对要杀他的亚撒龙 他仍然有一些不忍心 他仍然有一些心软 亚撒龙死了 这个是很戏剧性的手法 去描述这场战争 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描述上帝介入 如果我们从好像看一个电影的角度来看 亚撒龙的士兵在 这个以法连的树林里面 突然半叠掉坑里面 或者是被树枝 怎么样刺死的 或者是迷路的 不知道跑去哪里的 就是很神奇的 莫名其妙的一群人 死于树林的 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总不能每一个人头发都被挂在手指上 显然是上帝介入 你会看到很多人很特别的就一个一个阵亡了 另外是亚撒龙的头发被挂起来 然后讲得很详细 这个裸子走了 裸子就跑掉了 他只好被悬挂在半空中 亚撒龙骑着裸子是要象征他的身份 他是王 他觉得他很尊贵 他本来以为他要打败大魏 然后非常荣耀光荣地回去作王 得着所有的荣耀 得着所有的胜利 他的头发所象征的就是他的骄傲 结果呢 现在他的骄傲成为他最大的失败 而且以一个很滑稽的画面呈现给我们 亚撒龙的失败 亚撒龙的死 他最终这样的结局结束他的生命 在反应在表达 就说他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的骄傲 在于他的指腹 在于他的自我中心 在我服侍的过程里面 我曾经也提到过这一个长辈 有一个长辈 他一生非常的殷勤 他白天工作 下半时候他努力的当一个业务员 到各地方去卖东西 他非常的殷勤 所以服务很好 他也很快累积很多的财富 他累积了这些财富之后呢 他就开始骄傲自打 他买了一排的房子 然后在他年老的时候 在病床上 他跟我讲他非常后悔 后悔什么呢 因为在他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 他对他的妻子也好 对家人 对孩子 甚至对他身边的朋友 他都显得非常的骄傲 高傲 甚至非常的跋扈 个性脾气都非常的凶 那以至于他跟家人的关系 你可以想象吗 一定很疏远 他也不以为意 因为他觉得他拥有钱 他拥有一切 那到后来他身体渐渐不好 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心得住 可是他自己在他信主之后 回忆这一段事情 他提到他一生最大的失败 就是他的骄傲 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 他以为他拥有这些房子 他拥有了一切 在他生命的最后 几乎没有家人来探望 他断气之前 最后一个看到的人就是我 我去探望他下午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接到这个医院的电话 这位长辈就离开了 感谢主的是他最忠心的主 不过他的一生 都在孤独和懊悔的当中 他自己说的 这位长辈自己说 他最大的失败 就是他的骄傲 他以为他抓取了这些权势财富 他可以拥有一切 后来他才知道 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亚撒龙的头发 所象征的是他的狂傲的一生 骄傲的一生 他就在他的头发上 摘个跟斗 他的骄傲成为他最大的失败 刚刚我说的这个长辈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成就 应当是要来荣耀神 而不是要成为我们的骄傲 他会成为一个讽刺 就是你自己最引以为傲的那一块 如果我们没有交给神 他会成为一个讽刺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失败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亚撒龙 他的死堆 跟他的死柱 他也是一个讽刺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样的祖 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遗憾 难过 亚撒龙他有这么好的体魄 这么有聪明 有谋略 但是他却没有尽前的心 他一生 以他所拥有的为傲 他善于这个浓络人心 最后他却因着他的骄傲 因着他的致富 而失败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 我们也会有一些丰盛和丰富 求主你帮助我们 有智慧 将这一切的丰盛和丰富 浮在你的面前 唯有交给你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拥有 主你不让我们 所得的这一切丰盛 成为我们的骄傲 以至于 我们在这世上 有一个大大的斑点 求主与我们同在 继续借着你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的心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